2023台湾KOM登山王之路夏季赛 上个星期是在花莲举行 吸引来自16个国家有500位的自行车好手来竞技 全程是依照台湾登山王挑战路线的模式 经过太鲁格峡谷中海拔的混合离 到2500公尺以上高峰 这是一场100%自行车登山王的体验 2023台湾KOM登山王之路夏季活动 6月底在花莲登场 这次由来自欧美亚洲各地等16个国家 共500位国内外自行车好手齐聚一堂 全程依照台湾登山王挑战路线模式 经过太鲁格峡谷中海拔的混合 连到2500公尺以上高峰 终点是海拔3275公尺的武岭 这是一场100%的自行车登山王挑战 我们也是对选手就是跟他们宣导 天气的状况可能很热要防晒 也可能要防雨 然后再加上到了高山 这个海拔3275高山 可能还要防寒 所以这个部分多变的天气 让大家就是尽量把自己的装备要准备好 那我们春季夏季呢 很多参加者他就是为了要到正式的登山王之前呢 来预作准备 他们先来看一下这整个的路段 尤其是没有来过他更想要来 那来过的呢还想要来看看自己的实力是不是更好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路段 然后再加上有的 昨天我听一位那个菲律宾的选手 他也是说他来过 然后他这次又来 然后准备10月份再来参加正式的比赛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凝聚 国际的有人的参与的一个赛会 清晨六点选手们从富士国小出发 经过耐力体力和意志力的艰难考验 男子组最后是由杰安特哥伦布车队的李廷威 夺下了登山王的宝座 女子组部分则是由林怡林赢得了登山后 裁判长迪茂昌感谢公路局警察局 还有各个相关单位支持和协助 让每位车友可以用非常愉悦的心情 完成这次的挑战 大家也相约 10月份秋季赛再见 协路一会 欢迎时报道